他肩膀上出现了一只诡异的手 像是一个婴儿趴在了背上 关键他家就一个孩子啊 左边露出的脚是自己的 旁边看起来根本就没有人 然而诡异的照片不止这一张 丈夫说之前在车里给孩子拍照 车窗上也出现过一个奇怪的影子 有胳膊有腿的 看起来很像人 当时连续拍了两张照片 奇怪的是 第二张照片上影子又神秘消失了 刚开始以为是窗户脏了 但车是刚洗完的 完全没理由啊 节目组找到专家 通过分析照片信息 专家不认为这是灵异事件 给照片调个色就可以看出来 影子有一圈明显的线条 专家认为 是之前车窗上的贴纸留下的印记 虽然肉眼看不出来 但手机是可以拍出印记的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节目组找来了同款车型 往车窗贴上蜘蛛侠贴纸 然后在烈日下暴晒6小时 完事后接去贴纸 车窗还是干干净净的 即使用背景布遮住 肉眼也看不出任何印记 接下来用手机对着车窗拍照 果然拍到了贴纸留下的印记 至此影子的谜底揭开了 那肩膀上的手又如何解释 专家仔细观察后发现 大腿旁边凸出来一个三角形的东西 像是裙子之类的衣角 他推测 当时后面可能有一个1米2左右的女孩 正好举了手 由于视线遮挡 拍出来的就只有一只手而已 节目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 等女孩走到婴儿车后面时 拍出的照片 果然只看到了一只手 至此真相大白 一切都是虚惊一场 有相似经历的 还有下面这家人 他家客厅窗户上 出现了一张脸 看起来像是梳着双马尾的老太太 死死的盯着一家人 窗户对面就是墙 不可能是对面反射过来的 而且他家在三楼 一般的老太太是上不来的 当时只有丈夫一人在客厅整理玩具 玩死后对着玩具拍照 第二天欣赏照片时 就发现了这张脸 看着非常诡异 随后对着窗户又拍了很多照片 但是那张脸没再出现过 丈夫一口咬定 那不是人 不是人那是什么 专家分析后 确认了照片的真实性 考虑到房子的周围环境 专家认为是屋内某个东西 反射在了窗户上 仔细观察后 在出现脸的位置 找到了凳子的影子 妻子说 之前确实会把衣服挂在凳子上 专家表示应该是衣服的褶皱 正好反射在了窗户上 才形成了脸的轮廓 接下来还原现场 把相机架在当时拍照的位置 在椅子上挂好衣服 弄出人脸的轮廓 然后拍出的照片中 确实有类似脸的东西出现了 专家把衣服弄出更多褶皱 反复调整 终于五个小时后 拍出了和之前一模一样的人脸 都是一种巧合而已 然而更诡异的还在下面 每到深夜 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 脸部轮廓非常清晰 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 村里老人说 山坡之前就是墓地 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 已经不知道主人是谁了 村里另一位大妈也说 在他小时候 山坡上还发生过一起惨案 一家三口惨遭灭门 一时间 关于这张脸的说法越来越多 听起来也是越来越领异 节目组架起了摄像机 全程记录 想要一探究竟 天间间黑了下来 那张脸也慢慢浮现了 看起来有鼻子有眼的 像是一个男人的脸 村民议论纷纷 有人说是来寻仇的 有人说是来索命的 反正大家都很恐惧 节目组的摄像师超勇的好不好 他决定在山坡上近距离观察 当他拨动一下树枝 这张怪脸的形状 竟发生了改变 摄像师差点笑了出来 说山坡上的树被路灯反射后 就会形成对称的阴影 看起来就像是眼睛 而树干看起来就好像鼻子 周围的腾伴就成了脸的轮廓 一切都是错觉而已 得知真相的村民表示 哎你别说 现在看起来还挺可爱的 还有人说 现在看起来像企鹅 这就很尴尬了 说实话 我看这种灵异事件 都是笑着看完的 希望你看完也能开心 好了我是月辈 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嫂